3月15日一早,天津市东立区金汉公路一辆大客车追尾一公交车,两车起火,导致大客车上司机死亡,37名乘客受伤。 网传消息称,客车上的乘客多是学生。 15日,网传视频显示,天津市街头,两辆大车起火,一辆为公交车,另一辆是大客车。 大火燃烧猛烈,还冒着滚滚黑烟。 拍摄者说,金汉公路两大轿子,车子撞一堆了,哎呦,人刚跑出来。 大火过后,两车烧得只剩下空架子。 天津市公安局东立分局通报,早上6时37分,东立区金汉公路东向西24.2公里处,一辆大客车追尾一辆因故障停靠路边的公交车,两车起火。 天津知情网民留言,拉孩子去考英语的。 我今天早上上班看到的,我到现在心情都无法平复,希望没有伤亡啊。 拉的是高一学生。 其他网民留言说,听人家说的是离火年,火灾事故比较多。 最近咋了,不是爆炸,就是车祸,还有小孩杀人案。 今年这是咋了,哪哪都是事,生活不易啊。 望远路与树贤路的交叉口,这个工地着火了,下边路上看到的。 3月14日,上海凤贤区九棵树对面工地发生火灾,现场火势凶猛,浓烟滚滚,伤亡情况不明。 现场大量市民围观,网友说,今天晚上快6点时,骑车回家路上发现望远路往北方向浓烟滚滚。 我骑车来到现场附近,发现是九棵树边上的一处工地发生了火灾。 目前为止,火势还是比较凶猛。 3月14日晚,浙江宁波连胜广场高层起火,火势蔓延。 网友说,糟糕,着火了,里面好像有很多人。 3月13日,山东省围方高密市一邪厂突发火灾。 据当地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,现场火势较大,成片厂房被大火吞噬,伤亡情况不明,未见官方通报。 4月14日,看到才能着火的地网上度。 4月12日,连接着火锁是汽车的。 Latot,光达往厂物。 2月1日,连接着火锁是。 一部分我就去驢收听。 4月19日。 4月12日,连接了7月11日。 4月1日,连接了4月10日。 1日,连接了9月12日,连接着火火火。 我们在厂房,安装等于火势车复, 二日。 3月14日,辽宁营口一茶叶批发市场发生火灾,现场浓烟滚滚,腾起巨型黑色蘑菇云。 视频者表示周末开开心心从北京去燕郊兜风,没想到刚好路过了拍下了燕郊爆炸的那栋楼原来的样子,看左边这栋红色的楼就是这栋楼,四楼楼上还多加了一层板房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当当一部分都是用各种激烈的词句痛骂共产党,包括共产党是披作羊皮的狼,在狗肚子里就是怪物,普京的儿子黑社会集团保护伞,无恶不作,罪恶累累,魔兽,猪狗不如等等。 根据白布上的内容,写这些字的男子被共产党迫害20年,遭受过共产党的打,砸,枪,暗害,投毒,绑架,车撞,被禁止上访,不给养老钱,没收身份证18年,最后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,流浪四方,冰天雪地,饥寒交迫,还落下终身残废。 其中提到共产党你不给我医疗事故赔偿一分钱,自行车下方绑着的纸板上也写满控诉许昌市法院官员的词句,疑似此人也为医疗事故上访,引发了长达20年的一系列迫害。 网友们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评论,这应该是被逼得没法了,人到暮年算是活明白了,都慢慢看透百年红货的真面目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